女明星走红毯全身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嫩 连头发丝都在发光 但你看他们平时生涂 也就那样 他们是怎么做到每次出席重要场合 就一夜回春的 来 想咽牙全场 皮肤状态一定不能差 女明星经常熬夜拍大戏 红毯前一天 她一定会用修复面膜去保持最佳状态 像安肌面膜 每次熬大夜或者参加活动之前我都会用它 就在我这使用频率非常高 直接上脸给你们看一下 厚厚的涂一层但完全不闷 特别舒服 还有一个小技巧 夏天不是容易在外面晒得又红又热吗 你把它塞冰箱里半个小时 你再拿出来上脸 过一会儿它完全变透明了 你感觉那个营养好像被皮肤吃进去了 它是不用洗掉的 就这个状态你可以直接去睡 等我擦掉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看 脸又软又嫩又滑 有一种睡满了12个小时 气色特别特别好的感觉 但其实我昨天才睡了4个小时 再来妆容想要醒高级 你一定不能有唇纹的 这个是我明星化妆师朋友推荐给我的 我当时惊呆了 聚齐啪乳膏抹在嘴上 他跟我讲 这个东西孕妇都能用 而且小孩能直接吃进去 就说明他的安全性非常高 回家试用完第二天 那个嘴特别嫩 你涂再干的口红 一点唇闷都没有 最后全身想要发光发亮 关节处你绝对不能忽略 你见过哪个女明星 这个手肘脚踝却黑的 全身磨砂膏特别容易磨得 你皮肤又薄又红 你别看他小小一只 但真的很牛 一抹穿之后 他会把你那些肺臼角质全都剥脱掉 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脆弱皮 你涂在脸上胳膊肘上 或者膝盖上都行 你就揉个一分钟 然后拿化妆棉湿敷个两三分钟 清水洗掉 真的又滑又嫩 你摸着都开心 关注我你不可能不漂亮